原发性全固酮增多症 这个名字比较拗口 但是事实上 它是我们激发性高血压里面 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那么它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呢 它是由于肾上腺 也就是肾脏上面的一个小组织 大量的分泌一种叫做全固酮的激素 这种激素它有一个升高血压 降低血甲的这么一种作用 所以当大量的分泌全固酮的时候呢 就可以产生血压的升高 血甲的降低 在我们临床上 把这种疾病叫做原发性全固酮增多症 这种疾病大概占据我们高血压人群里头 7%以上的这么一种发病率 那么对于这种疾病 把它筛查出来 进行一个有效的药物治疗 或者是手术治疗以后呢 可以有效的降低 这类患者的一个血压水平 谢谢大家